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 鲁迅诞辰140周年 年少独不懂鲁迅 独懂已不在少年 蔡元培曾这样评价鲁迅 一代文宗必生著述 成清代普学之旭语 点现代文学之处实 鲁迅先生是中国文学史上 璀璨夺目的星辰 同时又是一座思想的高峰 他用一支满在悲悯的笔 向麻木冷漠的劳苦大众 发出一声声震聋发聩的呐喊 他用一颗热血的民族魂 慰藉着不屈不挠的革命猛士 一同唤醒了那个蒙昧时代 从狂人日记到阿Q正传 从憨厚质朴的润土 到勤劳能干的祥林扫 每一个人物每一段故事 直到今天 依然有着穿透人心的力量 给我们带来无尽的警醒和思考 而实在课本中读鲁迅 总觉得晦涩难懂 归结于背诵的陈词旧句 不觉得有何 动人之处 随着年龄增长 经历世事千番 人情冷暖 再次翻看鲁迅先生 才真切地感受到 这些文字的重要 今天是鲁迅诞辰 140周年纪念日 让我们一起重温鲁迅 一同感悟鲁迅笔下的 智慧人生 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 但能够为钱而卖掉 选自挪拉走后怎样 挪拉是挪威剧作家 一捕生的话剧 玩偶之家的主人公 在经历一场家庭变故之后 挪拉终于看清了 丈夫的真面目 意识到自己在家中 玩偶般的地位 断然地摔门而去 在当时的封建社会 女性并没有经济权 只能依附于男人生存 口袋里空空如也的挪拉 离家出走后又能去哪呢 一捕生 没能给出答案 为此鲁迅先生这样说 挪拉或许只有两条路 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如果是鸟儿 在笼子里固然不自由 但是一出门 便会有鹰之类的 唐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膀 忘却了如何飞翔 也是无路可走 出走成功 除了带着一颗觉醒的心 它必须更富有 提包里得有钱 诚然如实 世事千番变幻无常 没有谁可以成为 你永远的避风港 对于女人来说 最好的安全感 是仅仅攥在手里的钱 只有经济独立 才有说不的底气 这才是真正的自由 婚姻无非是一场博弈 最稳定的结局 永远是势均利利 变得强大 优秀 智慧 不是为了配上谁 而是让自己 拥有选择的实力 面具戴太久 就会长到脸上 再想接下来 除非伤筋动骨扒皮 选自鲁迅日记 听过这么一句话 人的一生只有三件事 自欺 欺人 被人欺 生活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 我们难免要学会 戴上面具 给自己一个保护色 却应付外界的纷纷扰扰 戴上面具 是为了伪装自己 可是面具戴久了 再想摘下来 就难了 南派三叔的小说 《盗墓笔记》中 有这样的一个经典桥段 听说 吴三省失踪后 长沙盘口乱成一团 吴邪不得不假扮成 吴三省震慑众人 他努力扮演着 领导者吴三省的 刑事风格 在攀子和对手 厮杀的时候 他只能立在一旁假装 无动于衷 攀子为救吴邪 命丧张家劳 同时消逝的 还有吴邪的自我和天真 的确 戴上面具 只需要四个小时 可摘下它 甚至需要付出 一生的心力 我们在人生的舞台上 扮演各种各样角色 戴着不同的面具世人 有的人奔走在名利场 有的人穿梭于温柔乡 时间一长 忘了自己的真实模样 忘了自己的初心 有句话说 与怪物战斗 应当小心自己 不要成为怪物 同样 戴着面具做人 应该小心自己 不要成为面具 随着年龄增长 渐渐发现 坦诚一点 简单一点 才是做人 最高级的活法 当你成为一个极度坦诚的人 直面自己的好与坏 接纳自己的强大和脆弱 你才能体会到 发自内心的快乐和自在 勇者愤怒 抽认向更强者 窃者愤怒 却抽认向更弱者 选自华盖集 咋敢 要说鲁迅笔下的经典人物 阿Q绝对是不可忽略的一个 他是万千底层小人物的缩影 一贫如洗 无家无业 我的卑贱又可怜 在酒庄被人嘲笑欺负后 他就去欺负比他更弱小的小尼姑 看到小尼姑被气哭了 阿Q竟心满意足地笑了 他欺负同处底层的吴妈 没想到得罪了吴妈的靠山赵太爷 反而被狠狠地教训了一顿 阿Q身上人性的劣根性 并没有在这个时代消失掉 而是在很多人身上 持续地上演着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 曾这样评价阿Q正传 如果我能写出一部 类似于阿Q正传那样 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地位的小说 那我愿意把我所有的小说 都不要了 有的人遇上不顺 把所有情绪 撒给流浪的猫猫狗狗 有的人在工作中受了委屈 到家之后对亲人子女大发脾气 这样的人在鲁迅眼中就是怯者 他们欺软怕硬 懂得看人下菜碟 却暴露了内心的悲怯和懦弱 看一个人的人品和教养 只需要看他在愤怒时 对待身边人的态度 有情绪是本能 合理运用情绪才是真正的本事 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 比如你说这屋子太暗了 需在这里开一个窗 大家一定是不允许的 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 他们就来调和 愿意开窗了 选自无声的中国 翻开鲁迅的文字 最深刻的话题便是国民性批判 讲国人的性情 鲁迅说 中国人喜欢调和折中 说白了是一种迂腐的中庸 先生在《灯下慢笔》中 讲过一个钞票的故事 非常有趣 古代一贯以现银为货币 不方便携带 民国二三年 国家银行发行钞票 让老百姓去兑换 于是大家把手里的银员 铜钱都换成了钞票 很快护国战争爆发 钞票贬值 老百姓又急于 把手中的钞票兑换成现银 然而哪有那么容易啊 后来听说钞票 可能折价换到现银 但是没有行事 再后来终于有行事了 六折几 我非常高兴 赶紧去卖了一半 后来又涨到七折了 我更非常高兴 全去换了现银 沉甸甸地坠在怀中 似乎这就是我性命的金粮 躺在平时 钱铺子如果少给我一个铜圆 我是绝不答应的 明明是吃了亏 却让人欣喜若狂 鲁迅先生感慨 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 而且变了之后 还万分喜欢 不得不说鲁迅的句子永远看似温温和和 实际上就如无数根细密的针 不断戳着心窝 直指人性的弱点 中国人骨子里喜欢调和折中的性情 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在极端事态前 难以保持清醒和理智的头脑 做人一定要讲原则 手底线 不贪心 不苛求 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 这样才不会受到外界的操纵 轻易拨动我们的思想 巨大的建筑总是一幕一时叠起来的 我们何妨做这一幕一时呢 我时常做些零碎事 就是为此 选字至赖少林 鲁迅的一生都在救国救民的道路上摸索着 当他发现学医只能缓解病人的肉体痛苦 却无法唤醒在思想上 愚弱麻木的民众时 他断然弃医从文 冯雪峰曾评价鲁迅 在思想上可以说 终生都是一个在找路的人 千里之路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巨大的建筑也是一幕一时叠起来的 鲁迅先生愿意做这一幕一时 为老百姓做一点平凡的小事 不求名不图利 就像他说的 横眉冷对千夫指 俯首甘为如子牛 中国近代史的发展 劳苦大众的觉醒就是由鲁迅这样的人推动的 他们知道 也许只是皮肤汗术 未必能够全胜而归 却依然怀揣着无畏无惧的信念 微小的沙利可以形成沙漠 窄小的河流也能汇聚成江河 伟大的前程要靠自己的双脚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 美好的生活更是要靠自己的双手一点一滴争取而来的 正如生活中的我们 做好手头的每一件小事 吃好每一顿饭 睡好每一个脚 何须担心未来的日子是不是星光闪耀呢